好來 過一個年 詐騙集團又出新交 跟一個四十歲的太太騙說 她是在合國 無國解醫師 派助理的蘇丹 因為已經很討厭政經 所以要這個太太用嫁後的名字 賣兩千塊的美金給她 這樣她就能來臺灣跟這個太太 作婚囉 京鳳一個聽就知道是騙的 其實把這個詐騙撞掉 他是臉書的 臉書認識的 這個婦人一個小孩整台前 看到的環境出現 退出聯合國的 退出聯合國的工作 退出聯合國的工作 原來她又是詐騙的保守 對方騙這個婦人說是 無國解醫生 人的國家需要錢回到臺灣 但是這種保守環境帶就知道了 伊朗 敘利亞 還是在中東 他為了要逃離那邊 所以請你匯款幫助他 買機票 聽說是聯合國沒有國家的骨骼醫生 很有愛心 用丁言筆語 留情的公審 讓這個婦人相信 警察說 對了南蘇丹的建會 已經很討厭了 愛這個婦人 以太太的名義 賣兩千塊美金 才能回到臺灣經義 婦人剛開始就覺得說怎麼可能會騙我 畢竟跟他有聊過一段時間 那建議一個基本的情感在 所以我們跟他婦人勸的時候 他剛開始還不太相信 沒有用臺灣社的消耗社 United Nation 讓這個婦人人都沒有懷疑 兩人對外的記錄裏面 這個嫌疑 聲聲鼓鼓 都叫他愛人 一直講到說 你是我的愛 我只想跟你開港而已 叫到有夠親密 不過這都總是嫁 跟他有環境即使出面跟組織 將他的準款保調 謝謝你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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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練